在本赛季法甲最后一轮比赛结束后,大巴黎方面是关心和梅西分别了,虽然梅西在大巴黎过得并不是很开心,大家也早有预料梅西会离开大巴黎,但真的看到梅西离开后,大量的梅西粉丝还是对大巴黎展开了报复了,目前大巴黎的官方社交媒体直接掉粉了150万,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。 最近一段时间将会有大量因为梅西关注大巴黎的球迷,直接去关掉这只没有人情味的球盾,而梅西本人虽然没有在离队之后说过大巴黎方面的坏话,但是在上个月梅西前往沙特的闹剧,也是让大家都知道了,大巴黎方面修改训练日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在针对梅西的行为了,加上之前梅西受到了姆巴佩等的针对, 所以大量梅西粉丝在巴黎官方社交媒体上留言对官方进行围攻,比如你们会后悔放走梅西,你们拿不到欧冠等嘲讽言论也是不断出现了。 而大巴黎掉粉150万的闹剧也和当年梅西加盟大巴黎之初,球队球一销量暴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而法国民宿亨利也是对梅西离队这件事情进行了点评,亨利比较中立的表示, 本赛季的冠军和上赛季的冠军已经让梅西成为大巴黎历史的一部分,但是人们会说梅西拿到法甲冠军没什么含金量,但他毕竟在这个赛季用数据说话了。 你们会说梅西在巴黎很难融入其中,但你们需要明白这是姆巴佩的地盘,梅西想要掌控球队并不容易,他并不是不认同球队。 亨利也是仗义发言,直接说明了,梅西不是不认同俱乐部,只是他不想和姆巴佩争夺老大的地位, 也不想要引发其他的问题,才自己主动退居二线的。 梅西父亲哈尔赫·梅西来到巴萨主席拉布尔塔的家中,商讨梅西转会事宜。 左坛位置轰动,梅西真要回巴萨了? 面对沙特4E欧元的年薪,美国迈阿密国既得狂热追求,梅西只想重返巴萨。 哈尔赫·梅西和拉布尔塔谈了多久,目前进展如何? 和阿根廷著名记者阿雷瓦洛带来消息,密谈30分钟,巴萨仍未报将。 6月5日拉布尔塔和豪尔赫·梅西会面,进行了30分钟的谈话。 不过,巴萨主席仍未向梅西团队提供具体的报将。 巴萨方面预计,七甲联盟会在5日批准通过巴萨的财务计划, 但这未能成为现实,巴萨只能等待,并期待可能会在明天。 如果西甲联盟在6日批准巴萨的财务计划, 梅西团队即可安排行程,接下来就是与时间赛跑。 不过,巴萨还没有正式给梅西报将,这又需要时间筹奔。 球王的影响力,全球5队追求梅西。 与巴黎圣任尔曼告别之后,梅西已是自由身, 想要梅西的俱乐部便及亚洲、美洲、欧洲。 除了巴萨之外,至少有4队追逐梅西。 列亚德新月在4月份就给梅西送上正式报将, 两年合同,年薪四亿欧元。 有消息称列亚德新月的报价有效期截至到6月14日。 贝克汉姆的麦阿密国进,这几年一直在追逐梅西。 甚至有传闻称,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30家俱乐部计划集资引进梅西。 此外,还有一支来自英超的球队, 以及另外一支欧洲球队想要梅西。 不过并不清楚这两支欧洲球队的报价能否及时送达。 尽一切努力,梅西直向回巴萨。 哈尔赫梅西和拉布尔塔会面,希望寻找一个合适的方案, 能让梅西回归。 梅西本人的态度更是坚定。 为了回到巴萨,不惜一切代价,想尽一切方法。 梅西将巴萨罗娜视为自己的家, 他只想回家。 不过梅西、巴萨俱乐部都坦言, 这很困难,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能。 梅西结束两年的大巴黎之旅,正式成为自由深球员。 接下来他将寻找下家,成为球王的梅西并不缺少报价, 不过他需要与家人团队好好商议,才能够做出决定。 目前最有可能得到梅西的是巴萨, 麦阿密国际和利亚德心愿。 三支球队各显神通,只为让梅西加入。 巴萨的优势在于是梅西熟悉的地方和最爱的俱乐部。 梅西愿意回到巴萨,甚至愿意免费踢球。 而梅西的爸爸也表示,支持儿子回到巴萨。 梅西的爱人安东内拉在期间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, 他希望回到巴萨罗那。 而梅西也是一个很照顾家庭的爸爸丈夫。 巴萨因为财政的原因,暂时无法给梅西正式报价。 梅西正在等待当中, 沙特的豪门利亚德心愿渴望得到梅西。 他们给出的薪水非常高, 据悉高达税后4亿欧元, 这样的数字是令人扎舍的。 梅西肯定希望留在五大联赛的顶级球队, 但沙特豪门给出的报价实在难以拒绝。 据悉,沙特豪门希望尽快撬定梅西加盟的相关事宜, 然后尽快官宣。 甚至还有媒体表示, 梅西即将签约利亚德新月, 未来48小时内抵达利亚德正式加盟。 美国职业大联盟的迈阿密国际成立时间虽然不长, 但他们一直都希望得到梅西。 贝克汉姆是创始人之一, 迈阿密国际无法匹配沙特豪门给梅西的薪水, 但据悉美国职业大联盟会特事特办, 甚至有可能联盟中所有的球队挤资给梅西来得到他的青睐。 那么说梅西面对这么多选择, 他的状态如何? 首先梅西会在几天之后出现在北京, 参加相关的活动, 同时出战阿根廷队VS澳大利亚的比赛。 而现在的梅西并不好, 这是根据罗梅罗方面表示, 梅西目前精神状态不太好, 他不知道最终结果会怎样。 有消息称梅西很快机会做出决定, 他自然是希望可以回到巴萨, 又不是只有这一次加盟沙特豪门的机会, 所以也期待他接下来做出决定。 周一, 西甲联盟开会通过了巴萨提出的可行性建议, 这意味着巴萨可以在下窗引员, 为球队在西甲注册, 也意味着梅西回归扫清了第一障碍。 梅西回归面对的第二个障碍则是, 他回归的态度有多么坚决。 媒体透露, 利亚德·辛悦向梅西开出了4亿欧元的年薪, 而巴萨的报价税前只有2500万欧元, 税后则是1250万欧元, 而梅西在为巴黎效率时年薪也达到了3000万欧元。 面对1亿欧元的年薪, 本泽玛选择了离开黄马, 加盟几大联盟。 即使是对梅西来说, 4亿欧元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, 然而梅西抵御住了诱惑, 周一, 豪尔赫梅西来到巴萨罗纳与拉布尔塔会面, 在结束了与拉布尔塔40分钟的会面之后, 豪尔赫梅西面对镜头公开表示, 梅西希望回到巴萨, 我也希望他回来, 是一个选择。 我相信他能够回来吗? 是的, 豪尔赫梅西还表示, 我们前几天谈过了, 但没有谈什么特殊的话题, 是否会达成协议, 现在还没有,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谈。 在梅西的父亲公开表态之后, 现在轮到巴萨做出选择了, 至今为止, 梅西回归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, 巴萨至今为止还没有向他正式报价, 如今梅西已经公开表态, 拉布尔塔还会像两年之前那样, 稀耍梅西吗?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梅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梅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梅西